今天是3月19日 今年最后一次 决定黑皮北返乡送的日子 一大早我4点20分进场 已经有7部车子了 北返乡送的活动 已经很多年了 是由黑皮先生王征吉老师 带着一些热心的鸟友 及当地志工一起来执行 只有在每年黑面皮路 要北返之前才做的 目的是让这群兵为物种 在北返之前 给他们加餐时 储存能量 逃飞越海洋 回到两千多公里外的繁殖地 大家就像在 欢送远行的亲友一样的心情 在做这件有意义的工作 决定市地是一个很特别的市地 他的美看过的人都知道 确定市地面积有173公顷 但是他只有一小部分 有障退潮 大部分的地方 水要靠老天爷赐鱼 干净鱼都死光了 雨季水又太多 水位难以掌握 没有水就没有鱼 没有障退潮 鱼类的来源就少 天然滋养的鱼虾 根本不够鸟吃 王真吉老师 十二年前开始 深入去了解 决定市地 以一个鸟友的身份 开始做他能做的事情 五年前 郭淑尔理事长 接手以后 积极与高雄市政府 养工处协商 逐步进行改善 养工处也出了大力 整修土蹄 控制水位水质 自工团队热心奉献 当地自工 林永龙 史俊龙 他们并没有在拍鸟 每天寻行师弟 几乎所有的劳动活 都是他们完成的 自工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共同打造出 决定这个友善的师弟 由于决定师弟 鱼虾的来源少 自工们平日 就从鱼多的地方捞捕一些 到鱼少的池子 到了黑面皮鹿 准备北帆 增加觅食之际 适当地投放一些杂鱼 变成很必要 要投放到哪里呢 是黑面皮鹿决定的 主要是看水位的深浅 这两年 是在决定资源回收厂旁的水池 三四年前 在八角楼与东大城 也曾在石头公园 几年来 保育成果辉煌 每年一至三月 一天五六百 甚至上千人次的 鸟人与游客造访 广大鸟人们的作品 透过翻译 向我们表达了他们的 惊讶和惊喜 这个冰围的物种 竟然在上百只大炮的面前 自在的密实 越走越近 这是个友善的师弟 在一群志工的奉献下 给了黑面皮鹿一个安全的家 投食的行为 要看需要 并不一定是坏事 游客给台湾米猴 投食 那个负面的影响非常大 那是要避免的 有些鸟 被投食习惯以后 叫不怕人 因此容易被捕捉 也有人认为 动物被投食习惯后 会失去觅食的能力 那是指被圈养的动物 所以在野放之前 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并不是野生动物都是如此 像大雪山的蓝富贤 与帝制 以前23K路边有投食 蓝富贤 深山足迹等 都会来觅食 47K的投食点 有地质来觅食 这两个点 现在都不得投食了 不是怕他们 失去觅食的能力 因为这两个投食点 只是他们觅食点 之一而已 不会因此影响他们密食的能力 不得投食 并封住停车位 主要是交通安全的考量 鸟友聚多了 会在马路上拍鸟 有安全的疑虑 前一阵子 前一阵子你要有分享 韩国田间投食的画面 那是大带大带 那是大带大带的洒 那是大带大带的傻 提供艳鸭客的鸟类 日本鹤类的头石由来已久 鹿尔岛的白头鹤与白枕鹤 数量之大令人折舌 欧美国家更不遑多藏 有的是给过境的鸟加餐食 好让它们顺利的牵食 有的是为了留住鸟 像日本冬天冰天雪地 多数鸟类觅食困难都会南迁不动 头石就是为了留住它们 这种头石就不是短暂时间了 人类侵犯它们太多 给点适当的回馈是应该的 黑面皮鹿只能在三十公分以下的水域觅食 不像其他鸟类 觅食的范围很广 高山的鸟 天冷的时候 会牵降到较低海拔的地方 栖息于觅食 杂质性的鸟 很多东西都能吃 但是当黑面皮鹿 食物不足的时候 就只能少吃 平时还可以挨着 牵洗时就危险了 协定师弟的情况很特殊 黑面皮鹿的数量又多 约有三百只以上 志工们 费心的去照顾 真值得我们 喝彩 有人认为 头鱼是为了拍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成本也太高了 这件事一个人做不成 每次买鱼 都超过一万块钱 这钱是少数几个热心人士捐的 所有拍鸟的人都是免费的 而那些捐钱的人 如果有拍鸟 也不知道拍了多少年的黑面皮鹿 没有必要花大钱去买 而且找鱼也是辛苦事 今年到了三月份 高雄台南地区的鱼温 都找不到杂鱼 结果找到了家义去买鱼 长途运载而来 成熟的鱼 大批鸟友来拍黑面皮鹿 应该算是 黑皮北返相送活动的 附加价值 决定黑皮北返相送的活动 王老师做了十年 成绩斐然 甚受鸟友战雨 2020年交棒给邱明德老师 邱老师热心服务 帐路公开透明 在王老师的协助之下 成果也是令人极杀 感谢这批志工 无私的奉献 传递温暖 传递爱 期盼 这群黑面皮鹿 平安繁迪繁殖币 今年九月 带着他们的子女 再来到美丽的老岛台湾 我们引紧期盼 他们的到来 谢谢您的观赏 欢迎您订阅 谢谢 下次再见